用满满活力跟淡水市民到早安 名將立委參選人何博文 大清早站路口掛金金 找來議員顏若芳 林延峰 還有立委林楚英到首廳 陪著博文一起站出來 也宣示著選舉只剩下最後 關鍵的三十幾天 要讓大家感受到選舉的重要性 從台灣最北端 新北的第一席 我們希望能夠從北到南 我們這次能夠串聯起來 從台灣投到台灣 為高雄 台南 基隆 新北立委參選人 南北視訊連線 我們現在高雄這邊也是非常的熱情 所有的候選人都在從北到南 在每一個選區非常奮力的打拚當中 民進黨大打團體戰 各區議員總動員同步直播打卡 貫徹賴清德六號下達的動員令 除了要各縣市議員廣辦聯名座談會 站路口掃市場跟家戶敗票 更是不能少 最嚴厲的是竟然還要辦比賽 各縣市議員輔選的責任區 跟上屆立委得票數做比較 獎勵是一張獎狀 我用賴副總統來下令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我們身為第一線的基層議員 民意代表應該要做的 包含不分區的席次 像我跟若芳議員 我們也宣布正式參戰 12月22號也將在我們的北投 舉辦一個搶救王毅川大兵的行動 不止立委參選人輸死戰 議員輔選還要打分數也是壓力山大 替飾演戰增添不少話題 競選朋友以後同樣與此不同